哈喽大家好,我是许亚军 今天我们来测一期保暖内衣 要 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开始养生了 秋库,就必不可少了 现在的保暖内衣呢 别人都放于几种呢 比如有一些呢,做唇棉的 比如有一些呢,锯子纤维 因为保暖内衣呢 一般要求弹性特别好 很多呢,用的就加安伦 比如通常那边女生买内衣 然后都用那个木袋 那它弹力会特别好,特别舒服 贵的呢,会有一些 丝绸 丝绸 残子 保暖内衣 好,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 这品牌叫平彩 价格是99块钱 养的是说 石墨烯加热 石墨烯是一种新型的材料 有一些商家拿着一个灯泡 放在上面发亮了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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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生功能 我告诉你啊 不是什么多么牛逼的科技 那就是在面料上面做一身图层 举例子吧 就像指甲油上面加了一身亮片 然后随着图层呢 会促使那个灯泡会发亮 然后会骗很多老太人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衣服上面灯泡会亮 养生会对身体那边好 然后那种就骗很多人 我的妈呀,这个太厚了 天呐,这个简直就跟大名库似的 里面加个绒 第二款 蓝吉人 蓝吉人这个品牌 相信两三代的人都知道 应该这个品牌呢 其实很不正经 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自己生产东西了 就是运营这个品牌 蓝吉人不是我黑他 这个是别的媒体发的 不是我发的 蓝吉人已经上了十几次的这个试检局的那个黑名单了 因为他的产品质量特别差 但是呢,这个也分 因为全国很多工厂都在生产南京的产品 你就看哪个品牌良心 这是一件套 139块 确实纤维迪轮 所以不是纯棉的 价格 所以不会太贵 里面呢,加了绒的 所以还是挺厚的 这个做工确实不怎么样 这个袖口 线头没有处理好 都已经开了一个小小口子了 这件我觉得不要我觉得了 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来我们弹幕互动一下 你们喜欢穿什么样的弯内衣啊 大发明裤 139块 这个有点像我奶奶 我老婆他们穿的这种红柳 棉裤四家屋啊 外面这层 是超弹的这个是天飞 然后里面 四棉吧 里面这层布 80%的羊毛 为什么要在里面加一点点含羊毛的面料呢 因为羊毛普遍来讲比较保暖 如果你妈妈买的话 一定会莫名 优衣裤 传说中的 制发热内衣 就很火现在 149一件 两件呢 是两个149 高保暖 由于库这个品牌特别牛逼 在于人家是靠科技发家的 他们算是最大最早做这种 运用一些很科技的面料 都是自己研发的 我也不是学面料的 我也不是特别专业的 科技面料 他们很好地把各种这种成分配比在一块 然后研发一种新鲜的材料 很科技的味道 外面是比较平整的 然后是一些深织的 原来是一层比较薄的一层小绒毛 如果说这么薄 就可以达到像这样的保暖效果 那我真的是要下跪了 这个太薄了 透光 所以我们待会检测一下 这款是余兆林 很便宜49块 它只有上衣 说淘宝评价还蛮好的 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薄啊 这个能保暖吗 树身保暖 里面也没有棉 这么烧气的衣服 我才不要穿了 特别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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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件 49块 也是画签的 挺美 做女人 挺好 这个品牌也是太知名了 大家都知道 118块 我的妈呀 这烧气的红 我们每年一定要买一件 一轮 安轮 反正普遍的内衣 我看都是这些材质了 安轮是一定要加的 不加没有弹力 然后低轮呢 现在比较耐磨 不容易不会起球 很薄一点 喜庆 结婚也要穿红的 柠檬镜像 价格158 也是说的有 自发热 大家见他说用的是棉 然后加了绒 这个面料有一点 以整体的都是这个绒面 我还真是第一次在包的内衣上见过 它的边的直接裁剪 然后不用包边 不会毛边啊 也不会烂 感觉还蛮蛮不错的 它两边材质是一样的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这个食感 现在很多内衣啊 都打的这种 自发热这个宣传 其实大家不要太迷信这个自发 它不是说你穿在身上 它自己会发热 而是现在这种面料 科技面料 会把人体的这个水分吸收了 然后在体内产生热量 所以这叫自发热 红豆大家都很熟悉了 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 讲的也是什么发热面料 239块 比较偏贵的 我发现现在特别流行 一些面料的裁剪的方法 就直接剪编 然后它这个缝线呢 不像常规我们的衣服 直接这样缝 然后它这个缝结处 特别厚 特别硬 这种缝法呢 你穿在身上以后 不会感觉到有个的话 这种缝制的方法呢 叫五谷缝制 然后主要用在于一些睡衣啊 和一些小孩的衣服上 那这种面料呢 一般都是国外的 通常德国的比较多 这个容呢是叫德容 德国贝尔公司的啊 贝尔公司这个一定要讲一讲了 看我们之前拉杆箱特评那期 大家应该知道 当时我们测过一些PC的拉杆箱 PC拉杆箱呢 很多用的是德国贝尔的PC 这家公司呢 它其实不是做什么面料啊 做什么这个塑料的 这家怎么讲呢 是一个很生物的公司 然后他们其实做药的最擅长的 这家公司做过 R10P0 白家黑 还有那种不能 视频里面不能说的那种药 它这个秋裤呢 膝盖这块做了加厚的处理 特别舒服 特别软 很好的品质 颜色也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女生的 然后厚度还可以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包的 这一款呢 是一个叫520525的一个内衣品 做的也是蛮科技面料的感觉 通常呢 内衣呢 现在很多大家都用一些科技面料 可以肯定的是 传统的面料都已经不行了 这件衣服呢 他用的是 琴伦 三胶纤维 鞍伦 页面上写的说的 挺的瑞士的设计师啊 反正现在基本上大家用琴伦比较多 看他说 关键部位用的是这种四六针 我说呢 他是只有在尖这一块用的是四六针的缝法 然后其他的部分呢 用的是不用了 这部分呢用的是激光的那个缝制法 它是一种胶 然后把它通过激光 然后把两块布连在一起 这种感觉 你可以这么理解 它里面会完全完全的平整 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这个针脚啊 但是呢 这只是在胸前这一小块 我估计这个工艺比较贵 胶内 258块钱 这个品牌呢 武功是很牛逼 三里人 应该大家知道这个还蛮重要的 科技感很足够 然后做的很酷 200多的价格 通常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来讲什么一些科技面料 撑死了就卖了200多块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也可以注意这个均价 衣服的做工和品质 看起来绝对是非常高品质的 哇 里面全是四六针啊 领着这块用的不是四六针 哇 那厚度里还是挺厚的 然后里面会成小小的绒毛 这个睡衣里面一定要有点绒毛 如果没有点绒毛的话 肯定不软 裤子的 裁点的形 很像那种运动的那种裤子 螃蟹秘密 119 莫大尔的 42%的棉 16%的莫大尔 莫大尔呢 是用木材做的一种 很类似于棉这种一个材质 是现在主流的这种做内衣啊 做一些睡衣啊 用了一些面料 莫大尔呢 相对比棉来讲的话要好很多 所以大家买睡衣的时候 买内衣内裤的时候 特别是内裤 你们都可以注意一下 选 莫大尔的 这是一个很薄很薄很薄的一件 然后里面也没有容 所以这件肯定不保暖啊 这家品牌呢 他们的设计也是蛮好看的 然后这件衣服呢 做工呢 用的也是那个16帧 肩膀 袖子这一圈 用的不是16帧 三腔的 价格3.99块 太贵了 三腔呢 也是一个知名的大品牌了 老品牌 37% 巨子纤维 29% 莫大尔 15% 2%的羊毛 反正的羊毛 基本上可以忽略了吧 12%的 榨蚕丝 野生蚕啊 没有能养的放养 还是挺厚的 然后潭力也得最好 颜色可能有点点 有点点妈妈 相对于其他的 不按理来讲的话 是比较深 比较厚的那个毛毛 然后袖口呢 和脖子做的这种小花边 真的很像我妈妈 他们的衣服 都喜欢在领子上加花边 他上衣呢 做的都是四六针 这种红结的方法 潭力很好 厚很厚 哇 这次做工 没什么问题啊 都是大厂的东西 还有做工问题 这个包装 是不是很像那个 凉席的包装 经历来 这是一个男装品牌 所以今天就买了一件啊 我们知道我们男粉 不要哭泣啊 我们一直很少撤男装 他这个用的是 用的也是德容 这一件呢相对比较薄 然后领子呢 用的也是直接那种裁剪的 它也有很多颜色 很多个款 这个手感很好 然后潭力很弹 它里面的乳毛比较深 哇 全件16帧 哇这件可以啊 下摆什么都是直接剪边的这种 裤子也全都是这种16帧的风法 这一套呢 价格是299 也是相对比较贵的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品质 这个做工 还有德容 还是蛮值这个价格的 经历来的也是一个大牌子了 他们家的内衣 我们这种铁直男 应该觉得还可以吧 太时尚应该不存在的 我们为了测评的更专业 所以我们买了一个 专业的红外热成像仪 就是它可以有一个摄像头 可以穿透你的衣服 看到你的肉体 怎么看到你身体的温度 你某一个部位的温度 某个部位的温度 这个仪器现在不要随便买 太邪恶了 我们只是来做一个科技 科研测评 科研研究 很专业很贵 好几箱块 现在来到我们的小区温口 来给大家展示 保暖内衣的温度 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检测仪 看一下它的体温 不知道该看的地方 我现在体温多少 你现在整体散发出来的是冷清 你怎么穿第一件 非常好 非常暖好 非常 现在我要屁股多少呢 说 十一 很瘦身这个裤的 还挺软的 是第二件 这个好弹啊 这个穿不上太弹了 这个勒有点紧 现在感觉是没有上一件那么弱 现在要穿这件超级的巴黎 特别性感 我现在上一个花样滑冰选手 现在体温多少 24度 上半身感觉已经没有热气了 感觉要死了 你觉得上衣有树身的效果吗 太粗了 你看我的腹肌都树出来了 好冷 我现在越来越冷 没有热起来 现在看你整个身体反正是怎么样都是恐怕 所以这个测评并不一 我只是在那边挨动 这一件就觉得暖和多了 所以就这么粗俗的一些感受 但是你要说一定要有多暖和吗 那也不一然 一定要厚一点 加点韧物 这腹肌看的没有 这一层一层的 波浪就是腹肌好不好 看的没有 由腹肌到不好 保暖效果不如优衣库这个 擦太远了 这个黏优衣库那个一半也不如 但这个型确实还好 这个好看 然后也收深收紧 费能大逼没有效果 干嘛 这个暖和 这个上了立马就感觉到暖和 所以真的还是等于这种 湿在袋的棉 这么比来的话 这种厚的 什么优衣库科技面都没有用 还是这种湿在袋里面加一点熔面 不得提 这你还有一点想信 这啥饼 这一件肯定不保暖 这还用试的 这都不用试了 你看这个薄的这怎么可能保暖 好了 这是我们第二天来试穿 保暖的仪 今天的温度是零下三度 热 哎 挺暖和的 觉得第一件感觉不出来 所以我要再穿一件 然后这种感觉出来了 型还是好看 确实暖和多了这一件 很明显的效果 是暖和的 而且它很薄 可以的 这它感觉差不多 我的肉感感觉不出来了 是保暖 和刚刚他们的两件得人了 其实厚度啊 各方面来感觉的话差不多 我们现在要来测它的保温性 那虽然我在户外试了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够公正 所以我们用热水来测试一试 我们用这个热水 烧热是同一壶水 然后这8瓶 泡源水里面 都是这一壶里面烧出来的 所以它的温度 基本上可以保证是一样的 是61度现在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把每一个瓶子 塞到裤裆里 啊 我在干嘛 正经的测瓶 就是要塞到裤裆里面 每个秋裤呢 叠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把矿液水呢 塞到里面 水温也一样 水瓶也一样 然后装的水也是一样 现在我们的 矿液水全部都藏进去了 我们现在要等10分钟 OK 现在我们10分钟以后啦 我们想来一个一个的 测试它的温度 这个螃蟹这一款 根本就没有容 它不可能达到4.2 三枪这么厚呢 我觉得这个数据不准 我看那些央视采访 都是拿快乐瓶的测一下水温 太不严谨了吧 不不不 我们不严谨 是我们的错 很危险 前面呢 我们有几件棉裤啊 厚打底裤 那个我们就不测评了 我们只是做一个对比 现在我们来量一量它的厚度 以此来证明 哪个既保暖又薄 高精密的工业尺子 因为这个尺寸呢 特别太精密了 所以说很难保证 完全是标准的 所以呢 我们就以常规的这个力度 然后直接套上去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保暖一测评 因为我们的这些数据呢 可能并不是那么严谨 所以我们还是老规矩啊 仅供参考 那我先说一下我感受 因为这一次 我觉得主要是感受相对比较准一点 数据可能并没有那么准确 那首先先分这个面料啊 我们这一次呢 有三款的用的是德融 他们两款是真的是感受不出来 很像 然后它俩的工艺也是像 都是剪边的 剪边呢我觉得穿起来特别舒服 因为特别是袖这一块 它没有缝接线 如果你外面再穿衬衫 或毛衣这个缝接线 就体现出来了不舒服了 今天呢有三款是剪边的 这三款呢 这下都是德融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 我不太懂 德融都可以做成这种剪边的 这一款黑的呢 是柠檬印象 我的肉感是觉得 好像没有这两款那么的暖和 优衣裤呢 没话说 感受也好 数据也好 更重要点在于它很薄 它几乎是在几款当中来讲的话 保暖性相对比较好 这两个是最薄的 所以这一点真的不得不配合 如果说我们想要说保暖性 那好啊 就是无论你怎么检测 无论你怎么对比 这种大棉裤 这种厚的这种打底裤 它一定是最暖和的 所以不用比也不用测评 你们谁都不用叫这个劲 买回去自己穿一穿就知道 不像这种秋衣秋裤 真的没有任何作用 它真的没法保暖 像这件螃蟹 也是一个秋衣秋裤 它即使它的数据我们看还不错 但是穿上立马就能感觉 它不保暖 所以真正的我们觉得这一期 能够算得上保暖内衣就这几款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款 最好的我觉得就是优衣库 然后三枪这款呢 因为加了这个真丝 所以它价格太贵了 400块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买 它是这几款当中最厚的 所以我觉得单从厚度来讲的话 它不适合来对比 因为我们今天讲保暖内衣都是讲 越薄越保暖越好 而不是说越厚越保暖越好 南极这一款呢 100多块钱其实价格不贵 这一款还是挺值得推荐的 它是双层的 里面有一层超厚的绒 也是非常保暖 这一款呢是520那个什么 相对来讲的话 它也是存在着新的科技面料 但是也是明显的感觉到 不如这一些保暖 它很薄很薄 在这么薄的程度下 它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一款呢 虽然也是得容 但是我的肉感感觉它可能没那么好 最后呢我们选择这四款 那这四款呢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测评当中来讲的话是最好的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种剪边的 这种剪边的可能穿起来 它这块没有没有这个缝接线就更好 红豆不用说了 是一个老牌子 各方面讲的话都不会太差 近以来呢 主要是以男性保暖内衣为主 也有个别的女性的 优衣裤呢 大家不用说了 它基本上就是这种颜色 这四款当中来讲的话 它最修身 我们再来称一声它有多重 按照重量来讲的话 一眼的优衣裤胜出 其他的都差不多 红豆比重 本末 客代表 你们自己一圈 自己看 我们仅供参考 这一期 我们继续抽奖来微博 关注 评论 转发 点赞 爱点好友 我们抽三个小伙伴 每人送一款 本末门事部 八感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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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